把当年取水的途径取为地名 可想而知新加坡人对水有多么重视 原来在人口数500万的新加坡 向马来西亚买水50年 是个水缺乏的国家 现在把民生用水转换成新生水 目前是新加坡珍惜水资源的方式 新加坡就是有一个花园城市 就是说那边绿化还有环保都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一到新加坡我才发现其实民故虚传 花园慈小学生也用英文介绍海洋减速的重要性 来自不同国家的两个学校 都知道爱护地球得从小扎根 那新加坡也是一个绿色城市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 它跟我们一样都是海岛型的国家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交流的主轴 最主要就是海洋减速的问题 不仅透过座谈交流 孩子们还参加新生水场 将污水海水淡化变成饮用水 希望当地居民这份珍惜水资源的迫切感 也能影响到台湾 大爱新闻珍 山美之工 胡玉兰 李亚珍 洪淑珍 新加坡报导 气象小 丁尼要告诉你 明天各地